西梅市三重派出所在昨天晚间 被20多名黑衣人开车包围 不断地飙骂不雅自演 要里头的远警出来面对 甚至一度冲进了警察局 态度非常嚣张 原来21名男子凌晨喝醉 跟妻子在路边吵架拉扯 被远警带回来保护管束 没有想到酒醒之后越想越生气 找了儿子跟朋友 跑到派出所叫嚣闹事 20几名黑衣扼煞 嚣张包围警局 车停门口款喇叭又飙粗口 要里面的料姓袁警出来面对 带头的是这名穿条纹上衣的翁姓男子 一旁的局裤男是他儿子 他们冲进警局遭到驱离 袁警组成人肉墙堵住门口 双方爆发拉扯 场面一度失控 黑衣扼煞闹了将近10分钟 人才离开 一群人嚣张跑到警局闹事 全是因为这起案件 小姐 你怎么给他提我 我发的好了 怎么了 我们自己的事情 4号凌晨3点多 翁姓男子因为喝醉酒 和妻子在路边吵架拉扯 被带回派出所保护管束 不满袁警过度执法 加上面子挂不住 翁姓男子当晚9点多 找来20几名朋友 开车冲到派出所 殖民药料姓袁警出来面对 身上有没有带凶器 12号袁警陆续逮捕14人到案 只是为何当下不依现刑犯逮捕 警方作为是否不够强硬 外界也出现质疑声浪 为了避免事后的事件扩大 那这一部分以事后 成立专案小组来做查记 将相关人员14人查记到案 就是担心当下强制拘禁 会引来更多人闹事 警方判断先以驱离为主 事后再主意搜证 依防害秩序等罪 依法送办 记者陈胡伟伦新北山报道